那多到那很陷欸很陷 真的動作像菜汽仔在賣水果 這樣一直賣一直賣一直賣 嘿 老闆老闆 我在這邊再次的宣傳 好不好 我們的影片最近的 觀看率在下降 可能 我已經走到人生的巔峰在走下播了 沒有意外在過一陣子 應該就要退出演藝圈了 呵呵呵呵呵 我已經沒有哏了好不好 哼已經用完了 所以收視率點閱率都下滑 直播觀看人數也一直下滑 來 首先我們還是先這個 工商一下 上面小吃汽車 跟我可以吃一個人的食物嗎 這是粉絲專業名稱 要記得去 按讚追蹤好不好 下面快車肉乾 快車肉乾 好久喔 一個月餒 乾爹 好不好 快車肉乾很好吃 好不好 這陣子觀看我影片 心情變得很好 很療癒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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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面這兩個QR code 是我們的 聯名商品的 連結 齁 這個 在 沒看過再看一遍 齁 上面有我們的 黑人哥的LOGO 充電線 然後 還有這個 黑人LOGO的車充 保證品質好用 有沒有 黑人LOGO的車充 後面是 小吃汽車商行 他是我們這個 Aviar Aviar的 齁 記得 我們的 小吃汽車粉絲頁裡面有連結 可以去購買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Type-C跟iPhone可以用的 不管你是不是iPhone還是Type-C都可以用 好不好 不錯 可以去買一下 齁 有興趣的朋友 而且 我跟你講 這次的聯名有一個重點 他如果因為刻上了我們的LOGO變更貴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跟大家推薦 是因為他刻了我們LOGO 而且又賣更便宜 好不好 所以 欸 就有購買的 契機在了 齁 賣更便宜 這禮拜齁 有 收集到兩個案例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都是本週有沒有 車行買賣遇到的問題 齁 這熱 熱騰騰的 每天都在 都在發生的 每天都在發生的 真實案件 有一個是齁 這個案例是他 三個月前 齁 去 中古車行買了一台 車 然後是一台 鐵達 齁 鐵達尼號的鐵達 TIDA 買了這二手鐵達 過三個月以後 齁 裡面的那個風箱破掉 所以他整個地毯都積水 他說他當初在買的時候 其實就有 聞到這個 煤味 泡噗噗啤 可是他 對方說 啊沒有啦 因為酒沒開 這個車 我跟你講 車主少開 他就是因為少開 所以才賣 所以有點煤味是正常 不過沒關係 交車給你 我們幫你清乾淨 齁 就不會有煤味 結果後來他回去才發現 是那個熱水管破掉 從裡面 水都流到地毯 地毯整個都積水 那他除了地毯積水以外 齁 你還會 水箱水會一直少 你會抓溫度 所以他抓溫度才發現 哇 積了一灘水 然後他就 我覺得齁 有時候你們 買二手車是這樣 其實他常常會問我這個問題 小四哥 那如果齁 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已經過三個月了 那我回去原本的車行 他還會理我嗎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你怎麼會來問我咧 他會不會理你 你應該去問他啊 你要回去講說 欸 怎麼賣給我的車廂啊 地毯都水 怎麼辦啊 怎麼處理啊 對不對 你應該要問他 齁 那如果你是跟我買 我當然會理你啊 要說媽三個月啦 你就算過一年了 地毯淹水回來 我都理你啊 像 我跟大家分享齁 那個Focus啊 舊型的二代的Focus 我 我賣很多 我跟你講 到了年紀 十台有九台都會這樣 他的後保桿啊 其實兩側有 兩個通風口 那個通風口啊 久來 那個防水的那個 膠都會老化 那水就會從那邊灌進去 常常那個後 備胎座都會淹水 齁 這個我 十台遇到九台 一定都會 那我們 因為已經處理到 不要不要的 所以一回來 我們就知道說 從哪裡處理 首先 可能要先把備胎座 清乾淨對不對 防袖再稍微做好 那保桿要拆下來哦 要把整支保桿拆下來之後 把整個防水重做 再把保桿裝去 齁 以後就再也不會淹水 可是 我遇到很多次 客人啊 我們賣他的時候 因為Focus我賣超多 應該超過一百台油 賣他的時候沒有啊 他可能開了一年 開了兩年之後才漏水 他回來找我們弄 會不會收錢 不會 真的不會 對我們來講 我們工作人員花一點時間 我們知道問題點在哪 很快速 我們就可以處理好 那你問我他多少錢 我通常都沒有收錢 一年 兩年 三年 你保固多久 對不對 你保固多久 你看許縣就知道 可以把通風口封掉 有沒有 你保固有多久啦 對不對 你買了一年兩年三年漏水 你回去找車行 他會不會幫你處理是一回事 有沒有能力處理 又是第二件事情 所以其實 他問我說 車行會不會理他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 如果我們的話 我們是一定會 如果大家有發現的話 我們會賣的車種 其實重複率很高 如果有長期在 關注我們的 本事專業 我們賣的車款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賣 車款的重複率 其實很高 我會賣的再賣賣的再賣賣的再賣 同一款車 那是因為說 如果我們賣的數量多 我們對這個車就什麼 比較專業 know how 就比較了解 所以你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反應 很快速的處理 所以我很喜歡 賣重複性很高的車 如果是甚至同一款車 我店裡可能同時 會擁有三四台 四五台 五六台 都可能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最簡單的 大批的那個 SOP 不是SOD喔 齁 重複去施作 那我覺得這樣子 對買的人賣的人都好 那比如說 S CAP的天窗也很會漏水 那他大部分都是因為 溝槽太髒 排水管老化脫落 天窗應該要有一個排水管 兩邊會有排水管 沿著A柱的內飾板 流到這個 前面的內龜板 然後 排到地上去 那你如果脫落了 老了 他就會 不排水 就從上面直接滴下 那你的車也會死掉 像S CAP我們以前也賣很多 只要漏水 所以我們一回來 我們馬上就知道 哪裡的問題 很快速就會知道 那像那個 TIDA的確有這個問題啦 像我們剛剛跟大家分享 這個TIDA的車 他的確有這個問題 就是 呃 他的 室內這一端的熱水管封箱 時間到了都會 漏 都會破 時間到了都是要更換的 還有第二個案例 他給了定金 HORNA跟BITARA四船 二手該選哪台 我 不會賣韓國車 所以我一定叫你買BITARA 好不好 第二個案例 有一個人他去這個 去買二手車 然後 交車當天 他付了定金完之後 然後過戶 那交車當天 他要去交車點交的時候 車子發不動 呵呵呵呵 交車當天就發不動 然後那個 他就跟業務表示說 他不想買 然後業務就說 喔不行喔 你如果不想買的話 你要賠 這個 車價的一成 其實 不想買賠車價的一成 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就是第一次聽到 我坦白說 以定型化契約來說 當然想當然而 我在拆 他們也沒有簽定型化契約 但是如果以定型化契約來說 我記得 你如果反悔不買的話 是賠雙倍的定金 印象中 其實我也忘了 好像是賠定金而已 哪有雙倍 有雙倍嗎 好像定金沒收而已 喔 反正我沒有聽過什麼 賠一成的啦 又賠兩成的啦 說什麼 啊我已經怎樣 我已經幫你過誤了 怎樣 你車沒化啦 那其實我坦白講 這樣會有點怕怕的啦 因為 你連交車都交不出去 然後 他說 對方表示說 我會修好之後 你再來交車 這樣 也只能這樣嘛 因為他不修好 沒有人要跟他交車 我就會去思考一件事說 啊 你連我要交車的第一天 我都開不了 我很難想像說 以後 萬一我出去怎樣了 你會不會 比我 對不對 總是會 擔心嘛 有人說 直接告了 我跟你講喔 我這個 客戶還有去問消保官 你知道消保官怎麼跟他講嗎 他說 那對方既然都要修給你了 那你就交車吧 交車對你來講 是最 最好吧 那消保官就這樣說了 我本來叫他去找消保官 你知道嗎 他說 我已經找過了 消保官叫我交車 呵呵呵呵呵呵 哈哈 Raise 好這兩個是本週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我覺得 我相信 在我們努力之下 那現在有很多還不錯的 車行是存在的 比以前還真的 真的是多很多 我可以這樣講 我其實在這 這麼多年開直播以來 其實我的目的 沒有再詆毀 其他的二手車行 然後宣傳自己 多厲害多厲害 多讚多讚 其實沒有 我希望說 如果我們的這個 二手車這個行業 有看到 我相信這個線上 三百多個人 一定裡面有同行的 那如果你願意 像我們這樣 慢慢的 穩扎穩打 努力然後做客戶服務 我覺得成功 只是時間的問題 雖然我還不認為說 我有成功到什麼地步 那至少我覺得說 在買賣的過程中 我們交到的朋友 比結識到的仇人還多 我是覺得說 這個行業要 不要背負著那種 人家一聽到這行業 就覺得 就黑的 我舉個例子 我記得以前 新莊二省到那邊 也有一大堆的家具行 以前江湖也是盛傳說 家具行我來講 有的記憶 譬如說一組沙發 跟你媽的開十五萬 十八萬 然後你跟他喊到八萬 他還賣你這樣 比如說 那就是說 哇那利路很大啊 認識不認識的啊 材質好啊 不好啊 床有沒有用黑心的 塞什麼黑心的東西進去啊 以前這種 這個行業也是被人家 傳的覺得好像水很深 結果後來 你看像這種 IKEA一進來 這種大型的財團 量販店一進來 全部都給你定價 然後 他們大量的製作 然後 降低成本賣很便宜 家具行死了一大堆 二省到那邊 後來我看到 家具行幾乎都收起 剩沒幾件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這種 小商店 像我這種小商店 認真的做 遲早有一天 會被那些財團 併吞掉 我是這樣覺得 或者是 你就要同流合污 不是啊 就是要加入這個財團裡面 GMI有沒有優缺點分析 GMI沒有什麼 他的優點就是 拔山射損 他的缺點就是 隔音也不好 引擎聲也大聲 也沒有再多省油 坐起來也不舒服 GLC200一年開 三萬七 車子不開 建議直接賣掉 等到明年變成一年多的 車再賣 這段時間先不開 藥慶 你這個 GLC的概念是這樣 第一年一定是折最多 那第二年的幅度是次多 第三年再少一點點的折舊 所以說 我認為 如果你真的 確定你未來用不到 那你先賣先贏 因為放越久 折價一定是越多 小屍地毯淹 淹水 淹擦水也會離嗎 要看你淹擦水的狀況 是我引發的水 還是別人引發的水 那個不一樣 欸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很多人齁 我在這邊重複一次好不好 有第一次聽到的 朋友齁 很多人還是會 私訊問我 請我介紹二手車行 請我推薦修車場 請我推薦烤漆場 那我是一律都不推薦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 以前有推薦 有些聽過的朋友 再聽一次齁 就是 比如說我以前會幫他推薦 喔你就去白頭 你就去找誰誰誰誰 那他去了之後齁 發現 沒有他想像中的好 那我就在講一個事情就是 就是我把我的好朋友介紹給你 他不一定可以成為你的好朋友 對不對 也許你看到他就賭籃 齁也許你們前世是三世仇人 九世野雞 我不知道 反正也許你們一看就看不對眼 講話 沒兩句就講到他媽的 單挑 對不對 我不曉得 所以後來我漸漸覺得說 欸不要怕人家亂介紹好了 因為第一 介紹我又沒拿到錢 好像我在背書 然後要不然就是你去修了回來 跟我抱怨說 你跟我介紹那個車 我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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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經發生過蠻多次這種情形 那我就覺得說 啊那不要 不要去亂介紹好了 齁什麼我都不介紹 要不然一介紹好像 欸你知道 以我現在的水準 要我們背書是要什麼 要我們確定你真的是很棒 我們才有辦法幫你背書 我今天齁 分享一下齁 今天我不在店裡啦 但是我高中同學 拿了一箱柚子來給我 他我在外面辦事情打給我 然後我太太就問說 欸啊他為什麼要送你柚子 這之前也沒有收過他送的禮物 我現在講這件事情齁 會連結到我剛剛講 推薦修理廠推薦車廠這件事情 聽我威威道來好不好 他問我之後 我老婆問我說 為什麼他今年會送柚子來 我說因為齁 他之前他公司主管車退役 他就打電話問我說 齁他們公司有一台什麼年份的 什麼車子啊 里程幾公里 什麼顏色什麼配備 那他們主管車退役 可以給底下的員工大家去投標 你想買的人也可以投標 齁但是他們同時也會請外面的車行來投標 齁也就是說 一樣是價高者得嘛 那他就打來跟我討論啊 後來討論到最後 我跟他講 我是說我是覺得齁 可能 感覺應該是你可以投標個 25萬 齁假設啦 我隨便講 他說好好好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欸過一陣子齁 他就傳訊息給我說 欸小事 我標到了欸 25萬我標到了 你知道運氣多好 我說怎樣 他說齁 我標25萬 結果有一間車行齁 也一樣投標25萬 那因為他是公司的員工 所以優先錄取 所以他標到那台車了 他就很感激我 他說哇哇我贏在催你啦 齁齁齁齁 謝謝啦謝謝啦 哇那價錢實在是太準了 你知道嗎 欸殊不知那間車行就是我 沒有啦 怎麼可能 幹如果那間車行是我 我一定是把他25萬3千 把他標走齁 喔不是不是我 反正他就說他就很開心啦 因為剛好是跟人家最高標 車行標是一模一樣 那因為他是公司員工 所以他得標 他很開心 他真的很開心 我感受得出來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說 所以他送幼子來 後來我想一想 我老婆就說啦 他說那如果開標出來 他25萬 結果其他的人都投18萬 妳怎麼辦 欸好像是欸 萬一我叫他投25萬 那第二標是18萬 那我是不是又被幹了 哈 幹呀 被小獅害 雞巴 18萬就標到了 叫25 我有點傻 傻住 你知道嗎 後來我想想真的有點可怕 我回他幫忙他這個問題 25這個數字我沒有任何的好處 但是我卻把自己陷入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我跟剛剛介紹車行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我們是好意 萬一真的其他第二標是18萬19萬 我真的 可能 我會被幹掉 他就算標到他也不開心 他會覺得 我害他 阿對啦 有講沒想啦 打破要背啦 有念書的就不一樣 一句話就把我所有的東西 要講的東西都表達完了 所以我覺得我運氣還不錯 第二標沒有19萬18萬 不要說19萬18萬啦 就算第二標是23萬 我可能都要背負著被幹掉的風險 欸 現在軍人很辛苦 你知道嗎 我有 我 我在上個月 有賣一台這個19年的Focus 那因為買這個人齁 我等了他大概快 我在猜應該差不多快一個月吧 一直沒有來交車缺他的身份證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買完車之後齁 就戰備任務 他是那個在海軍的艦艇上面的自願意識官 所以之後就緊急戰備 就是完全就 手機是完全找不到人的 你看他已經急到連飲料都來不及拿了 哪有空拿雙證件來跟你買車 對不對 可是喔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等 對 海軍的 因為齁 現在真的比較非常時期啦 要體恤一下國軍弟兄們的辛苦 我覺得你如果指的是室內的感受的話 我覺得Focus好一點 Vitarra生鏽問題有解嗎 Vitarra生鏽問題其實沒有什麼啊 那個就是再重新做烤漆塗成防鏽就好了 其實三缸車沒有說要特別顧車啊 你現在買的到三缸車應該都是蠻新的啊 那你如果是那種舊三缸的 比如說Poto那種的 那一種 欸 其實我覺得沒有渦輪也還好 水箱冒泡就是那個啦 水路的那個油水已經混合啦 油水已經混合 要檢查一下要去加壓測試一下 可能要修多少就要看你壞的狀況 但是也沒有那麼快壞啦 因為年紀到了他一定會壞啊 也不是啦 煞車友是會咬七啊 會咬 會心啊 被撞小酒窩 就是重烤漆啊 板金啊 要不然就是外面現在有那種 如果你的 有那種敲敲打打免烤漆的那種有沒有 手工修復達人那種可以去找 V90的車要買二手的 買幾年份的比較好 我們先不管車礦啊 利文 那當然其實很多人會問我這個問題 買幾年會比較好 我通常都會覺得越年輕越好 那當然也有那種很年輕被操得很兇的嘛 對不對 但是我是指說 如果是在整個狀況是一樣 車礦是平均的狀況之下 里程是平均的狀況之下 當然是越年輕的 越理想 小師哥可以聊聊V50嗎 V50沒有什麼太多好聊的 其實Volvo的二手車 不管我常賣的V50啦 S40 S60啦 我覺得就是一個字CP值高而已 他擁有不難照顧的引擎跟底盤 那應該不是不能說不難照顧 我換一個方式講 在進口車裡面 因為他某一些車系 跟這個福特的 當時跟福特是有建交合作 不是啦 有合作關係 因為被買下來了嘛 所以他有某一些年代的那些車子 運用到福特的一些系統的東西 那那個車CP值會很高 買這種車就是享受高折價 然後低保修的零件價 那妥善率呢也還不錯 其實就是這樣 C300神機超多 其實不是C300神機多 是C300很多 那就跟開Toyota的 不是 不是開Toyota都是三寶 是三 你看到三寶很高的比例是開Toyota 這個原因是一樣 因為他車的數量太多了 所以只要一出事 你遇到三寶你就啊 當然Toyota 對不對 你一看到什麼事情 欸C300對不對 加油沒付錢 欸C300 因為他C300真的這一批 真的我覺得比 往應該算是我 這二手車這個行業以來 我覺得賣數量最誇張的一台車 就是C300 那多到真的 很陷耶 很陷 欸真的動作 像蔡奇亞在買水果 這樣 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C300 你知道 媽現在到美國 欸台灣人現在在美國飆車 是媽 飆出 我說那個 飆售車子啊 買C300買到媽的 美國人覺得 哇幹台灣人好屌 台灣人為什麼C300的需求量 這樣這麼大 一直買一直買 現在美國那邊很多的那個車行 有C300 媽先爆台灣人 真的真的真的 現在那個 幾乎快被台灣人買光了 C300 很誇張 想聽小師講MG MGF喔 MGF沒有什麼啊 就漏水啊 那個A柱一定會漏水 B漏啊 MG我曾經遇過一台最屌的是 它改 手排 然後改那個CRV引擎 然後 整個那個 因為它是中置嘛 所以它整個已經是塞滿滿 喔 它用CRV 因為它高扭力 它好像要去跑那個 0-100 所以它用高扭力CRV引擎塞進去 我曾經估過那台車 後來我沒有買 是因為 你知道那台車 如果你要換個壓縮機 你要把引擎卸下 才換得到壓縮機 因為它就是一種植入硬塞 所以你要修很多東西 你都必須要把整個引擎繞下來 你才修得到 因為位置太小 所以後來我想說 幹 啊我買這台車回來 我要換個耗材修個東西 引擎就要下來 我怎麼受得了 後來就沒有買 野馬在開椅墊會很硬嗎 還好啊 野馬椅墊還好啊 其實美國車你不用怕椅墊 美國車很少椅墊會硬的 美國人就是 媽 大屁股 喔不是 喔這樣講又被那個 哈哈哈哈 不是 美國體型比較粗壯嘛 所以他們的椅子 通常都不會是太堅挺的 小師最常開哪台車出門 這一陣子是那個啊 218GC啊 不過我這兩天是開 Smart 4Four 4Four 好不好 Smart 4Four 因為我忽然發現 Smart 4Four好好開喔 一般中午車場通常 不收雙龍 齊瑞這種超級冷門車 對啊 不收啊 以前 我還買過熊貓車 買一次死一次 那什麼爛東西 我買一台死一台 買一台掛一台 就是賣不掉就是賣不掉 而且我跟你講喔 賣熊貓車那種車啊 我們賣了 客人來跟我們買 我們賣了以後還會不好意思 我還會不好意思 我怎麼會賣那種車 你知道嗎 很多年以前其實我賣過熊貓車 齊瑞我還沒賣過喔 齊瑞我還沒賣過喔 熊貓車我有賣過喔 熊貓車在我賣給人家 我賣過一次還兩次 我只要賣給人家 我就 良心過意不去 雖然那個客人也沒有回來怎樣 只是 我 我就夜深人靜 我就會想說 我怎麼會賣人家這種車 所以 大家你可以了解 為什麼我不賣 某一些牌子 就是這樣 就是那個車賣下去 我會覺得 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我覺得每一台車 都有每一台車的優點 齁 就跟每一個人齁 都有每個人的優點 長處一樣 但是 真的 你活了那麼久 你會發現 有些人 真的媽 天生來 就是沒有優點 哈哈哈哈哈哈 齁 對就是 類似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你找不到一個 立即一點說 我賣這台車 我過意的去那種感覺 沒有辦法說服我自己 你知道嗎 齁 所以當然後來 我才會把一些車挑掉 不賣 八六頭三立魚 我覺得 還 應該算非常不錯啦 你如果以方卡 來講的話 我 甚至可以說是 雙門跑車裡面 應該是最好養的 好我們假設把所有的雙門跑車 差不多年份的放在一起集平的話 那你要覺得哪一台 我想買一台雙門跑車 可是我要 我要最好養 那有兩個 一個是八六 一個可能會是 馬自達的 MX5 我覺得會是 妥善率 拍 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 好 Jaguar Jaguar Land Rover Boseye 熊貓車 ToBear 那前兩天有人問我說那個 馬自達最近有那個幾十週年 五十週年是不是 版本 然後問我說五十週年版本會不會比較保值 那我個人的經驗看起來我是覺得 不會啦 我是覺得以後賣 應該沒有什麼五十週年有多保值這件事情 至少我目前看起來覺得是沒有 喔我最近也買到一台啊 FORTIS啊 Lancer FORTIS 什麼二十週年 上面騎士版 騎士啊 騎士版 不是嗎 種族騎士那個騎士版 其實看也沒什麼 就椅子有秀個東西啊 然後顏色稍微特別一點 然後看起來BGBG的 啊你說有沒有漲價我們也是把他當成一半FORTIS在鼓啊 所以我覺得在沒有太太好的配件上去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那種週年版我覺得車價影響不大 那我記得很久以前有遇過那個 206曾經有出過一個溫布頓 溫布頓的網球紀念版 那那個我覺得就有保值性 可是那個也是在過了很久以後才出現 他那個網球紀念版是整個都綠色草皮的顏色 然後裡面有一些網球的一些元素 皮也不一樣 然後整個顏色整個天篷整個設定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也沒有啦就外觀跟內裝是整個是一體有整體感 那那個我就覺得比較保值 而且他還用雞皮 擠皮 我記得那時候的206的網球紀念版還有用擠皮上去 說一百喔一百週年喔靠一下 廠棚硬頂車的妥善綠膏嗎 我覺得看廠牌做的喔 像SC430對不對 已經握一台嘛 已經十幾年十七年了 到現在都沒有漏水 而且還沒有壞過沒有修過 所以我覺得要看廠牌 你看像標誌的 坦白說標誌的就會漏水 標誌的硬頂久了就是會漏水 可是我覺得那個Lazos真的很厲害 那個十七年的竟然都還是不會漏水 那設計的還不錯 BMW哪一款最好養 三系列啊 選數量最多的就是最好養 XC90好養嗎 看好養的定義啦 因為其實我常常會遇到很多消費者的問題 哪個車好不好養 哪個車休禮貴不貴 可是因為我沒有辦法去理解 每個人對於好養跟貴的定義是哪 是是多少 你像我我覺得 比如說我假設啦 如果換一個水棒不是五千塊 我覺得算可以接受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換一個水棒五千塊他們覺得很貴 他們覺得換水棒 我應該是 maybe兩三千塊的東西 所以我倒覺得說 像為什麼像BMW哪一款最好養 因為這個有明確的標的物 它是跟BMW裡面自己人比 那我覺得這個我回答出來 那如果單獨說XC90好養嗎 我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回答 那你如果說XC90要跟一般的 假設我們跟雙B比好了啦 還是你要跟Lazos比 我覺得都都輸欸 我覺得不算好養 如果是這樣比的話 要買XC90我是會買雙B的 不然我就是會買Lazos 但是XC90因為好像雙B Lazos比較少有這樣子的一個規格 所以你沒辦法 你還是得買XC90 那如果需要這麼大台 我覺得像Infinity的車 我覺得也算是好養 比起XC的話 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別客跟雪佛蘭差在哪裡 呃 我不能很精確的回答你 但是我 依我小時候 因為雪佛蘭已經離開台灣蠻久 那我覺得別客的 妥善率比較高 感覺雪佛蘭的小問題 從以前遇到狀況是怎樣 比較多一點 那到現在雪佛蘭 在台灣也只有那個 變形金剛那一台 的確他的小毛病 我覺得會比 你如果跟野馬比好了 我覺得可能會多一點點 但是也沒有到很誇張的地步 可是我覺得因為雪佛蘭台灣 數量有點少 所以照顧起來 可能沒有野馬那麼方便 MX5的妥善率比Z4好 可是你要開Z4跟開MX5了 你還在怕零件太貴 你只能開日本車了吧 你都被塞Z4 你還都零件太貴 對有衝突啦 我覺得這個有衝突啦 收的價錢旅行車會比較好啊 通常你們記得旅行車 大概以BMW來講 大概會高轎車10萬左右 大概啦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影片的那個 320啊 五門的旅行車啊 他的賣價大概就會比四門高個10萬左右 大概這樣看 好啦時間差不多啦 大家晚安啦 下個禮拜見啦 大家晚安